新年第3章第10節 才得的婦人誰能得著 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為神建立最末後的聖殿 是否已經在2018年完成 這個屬靈任務 因為在CBA法已經 說到我們是被神認可 現在是否只不過是欠一座現實中聖殿的建築物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要知道 反而是 當教會被提之後 聖殿的建築物 才會誕生 因為你有沒有留意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當教會正式被確立的時候 聖殿也是同時被毀 在歷史上 是不是 會不會說教會的存在 跟聖殿的存在 不是並存 我們知道 在主要蘇之前 聖殿已經值了希律重建 因為在巴比倫的時候已經毀了 事實上經過幾個的重建 來希律起城牆 索羅伯伯就是重建這個聖殿 但是 他亦有 他敗壞的時候 就是當希律打進去的時候 導致裏面 再一次 可以說淪陷了 直著希律 去重建他 所以聖殿都可以說多災多難 但是問題是 當我們所說的教會被確立了之後 聖殿就正式被毀了 而現在已經被毀了 接近2000年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原來 在 聖經裏面給我們的預言 當教會被提之後 在之前我們已經看到教會跟聖殿並存 即是跟地上的建築並不是並存 但是當教會被提之後 地上的聖殿會再次出現 但這個再次出現只是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因為在教會還未出現之前已經有聖殿 那是講解一個什麼信仰 一個影子信仰 一個叫做舊約的信仰 但是問題我們曾經說過 將會有1260日會回到舊約的信仰 是影子的信仰 那個信仰是最多做到一班賓客出來的 是不是 這個就一定要是 教會消失之後 辛虎消失之後 聖殿才會再出現 好了 現在回到一件事 問題就是 是不是2018年已經完成了這個屬靈任務 就是這個末後的辛虎這個聖殿已經完成 答案 就是 不是 為什麼 原因就是按著我們一直都說的啟示錄 因為現在我不是說 是一個藥數 我說一個實數 真真正聖殿被建造完最後一粒螺絲 最後一粒 的石仔 最後一粒補石 最後一條線 去完成了這個聖殿的那一秒鐘 其實 即是我們講的新約教會 他立即被提 是立即被提 因為這個就是 解術第11章 第1節開始說的 就是當他 作出這個量度之後 就會怎樣 就會是這個聖所和智聖所 都會被提 留給外邦人 這就是整個啟示錄第11章 全章是這樣說的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講的約數 說年份 會不會是2018年2019年 完成這個聖殿 如果講的約數 我們講的可能是 極之可能是 因為你知道聖經中千年如一日 有時候相差一兩年 看見很少的事 是不是 但問題如果講的實數 其實原來當聖殿 裝陷完成的果煞那 其實就會被提 是直成果煞那 如果以為 現在這個聖殿建造 是否完成了 或是完成了 如果講的 廣義 可能是 因為可能是在2018年或2019年 的完工期 但如果說 那一刻 最後一部分都完成了 其實那一刻就會 地球上消失了這個聖殿 換句話說 真真正正如果你要理解的話 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 復興之前的聖殿 或者聖殿 完成了沒有 還是復興之後的聖殿 或者聖殿完成了沒有 或者你不太明白 我現在說這一句說話 為什麼 其實原來是這樣的 神速度的聖父 其實是有一個目的 而這個目的 一定要是最後 能夠成為一個 可以和神童掌權的聖父 並且能夠 將榮耀歸給神 然後留下一個 最後最大的感染力 和一個影響力 在這個地上 然後才被看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神父是為了一個 歷史上最大的復興 最大的marker 而塑造的 因為最後的marker就是大家 吹浩 新郎騎馬 帶了這些 我們所說的拼禮 去找這個神父 去mark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神父是為了一個 最後復興 去預備 當這個預備 完成了之後 最後復興就開始誕生 而最後復興的誕生 隨時是一年 這段禮拜計 又或者甚至是三年半 所以我們如果說這個聖殿完成 或者這個神父的預備完 其實有兩個的緣 第一個 就是他預備完了 去預備 進入復興 即是說 他在各方面都預備完了 他在神所給他的身份的 印證都預備完了 他裝飾整齊了 他現在是等這個marker出現 因為我們知道 新王他接了身婦之後 還要帶著這個身婦坐著花轎 然後 讓他不碰地 不落地 一定要找個大蓋背著 大家要知道 這不是說備題 然後進入這個 內堂裡面 所謂交拜天地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原來就是 他原來是一個過程來的 由這個他自己的家 門前 上了花轎 然後 去到這個婚禮的現場 然後這個大蓋背著他 不落地 去到這個婚延裡面 所以換句話說 你說 他預備好了 有兩個預備好了 第一個就是預備上轎 好嗎 是嗎 真言第三就是一章 第十節 才得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他的價值 遠勝過珍珠 願我從心討過機構 救神聖就 願愛火真光去除 終恨受 神國奴煙包流 誰連則夫婚秀 萬人蒙恩舊 請救 我確信有一天世間 盡惠虛像塵舊 我確信我主心判天地萬有 到那日雲中 跟著相見 與我神作狼到終究 赞美上带私人的环球